台北地区发生相当惊悚的妇人卷入车底的车祸事件 时间来到今天上午在士林区一名韩国籍的妇人 她当时正推着三岁的女儿正要过马路 突然被抢快左转计程车当场给撞上了 但恐怖的在后头 不仅是婴儿车被拖行十公尺远 妇人倒地之后还被后方紧接而来的中心客运 缅过卷入车底造成妇人严重不折 韩国籍妇人推着婴儿车过马路 上面坐着三岁女儿 这时一辆计程车抢快左转擦撞他们 导致母女双双倒地 婴儿车直接卡在计程车底盘向前拖行 直到撞到路边工程车才停下来 妇人被撞到没力气起身 虽然后方小轿车第一时间闪过 但紧接在后还有一台公车 驾驶却疑似恍神 直接撵过妇人将她卷进车底 我看到我的车再拨一车 后边我过来看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这里了 人家都在那 后边那时候公车刚才要切肉 已经被爆走了 被爆起来了 整部婴儿车被拖行后 严重扭曲变形 让人看得出目惊心 3号上午10点多 士林德行西路和文林路口 黄信司机的计程车 左转时后照镜勾到妇人包包 妇人当场倒地 手中婴儿车卡在计程车底盘 被拖行10公尺 韩国籍妇人则被卷入后方公车右前轮下 幸好意外发生当下 婴儿车里的3岁女童被撞飞到路旁 即使被民众抱起只受到轻微擦伤 但妈妈却因公车碾过 腰部和骨盆严重开放性骨折 送医后还在家户病房开到急救 因为计程车没有注意到行人 所以以至于不小心 它的左后照镜有碰撞到行人 公车有说 就是没有注意到一个车前的一个状况 黄信计程车司机坦诚 自己因为一时抢快 没注意行人距离才会酿货 但碾过妇人的中心客运 将肇事原因归咎于视线死角 不过看看当时画面 富人躺在路上已经好一段时间 客运公司仕途谢泽的说法 未免太过牵强 记者综合报道